21号傍晚5点半台东县政府广场前 矗立着高达三层楼的圣诞树 装置着各式各样的圣诞饰品 在县长黄建廷夫人陈林彦 以及县政团队台东清新会 以及唱诗班的美妙歌声下 大家一起点亮了圣诞树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 为着过去一年来丰盛的恩典 从税守到年终的平安 要赞美感谢主 我们要宣告圣诞节是充满爱跟喜乐的季节 因为以马内力的神与我们同在 圣府要全力做台东的光 教会要成为祝福的管道 来回应耶稣舍己的爱 让我们一起把台东的主权 恭敬的交给这位奇妙侧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最后我要祝大家圣诞快乐 让奇迹充满在你的家 你的教会 社区在台东全地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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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4 3 2 1 一 阿里里亚 鼓勵掌声 我们大一场热情的掌声 阿里里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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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勵 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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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祝福团队 领受从上帝来的智慧 上帝要大量是我们幸福跟幸福的团队 我们带着你所赐给他们的智慧 有创意 有巧思 能够造出对这个城市 对这块土地最大的祝福 好嘞 此次的恩惠圣诞系列活动 从21号的点灯开始 一直到22号 都会有精彩的活动 也期盼藉由活动散播欢乐气氛 也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圣诞佳节 东台新闻温格采访报导